青色的你就接青青色 红的就接去L ok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真的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上传那个影片 也比较懒惰一点做影片现在 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如何加一个插柱 因为普通的话我们如果我们家外面的人加插柱 我大概一粒要转马币 30到40吧 所以 如果要省这笔钱的话 就建议大家自己动手做吧 我这个呢原本呢他是那个 Network吧 Network cable 因为 没有用吧 所以我就把它剪掉然后我要把这里 操作接一粒 另外一粒新的操作在这里 OK这个本来就有洞的 如果你们 家是没有这样的洞 如果你们要加插柱的话 又没有那个刀可以割的话 你们可以 去买一个这个 他的盒子 OK盒子 盒子可是锁在上面 不过锁在上面就不好看了 就就会有一个凸出来了 就不好看 OK 他后面就有洞了 然后就转两个洞然后 锁上去 然后把电线接过去就好了 也是OK的 所以首先呢我要先 这边 转一个洞 转个洞 然后把这边的电线才能够从 从这个洞接过来这里 这个很容易转的 因为呢 他们通常呢 他们各呢 就是一次过 把这边 割到这里 然后割下来 然后割这边过来 他们没有这样一个一个 所以他们 这边中间呢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 是空的 是空心 他们就放一点洋灰把这个 黏上去 所以呢 他中这个中间的只是补一点点洋灰 水泥 所以他这边是很容易转的 这边你这样打过去也是会过了 OK 我等一下会把这边的电线接过来这里 OK OK 要做之前记得要把 Main switch关掉 先把Main switch关掉 这是最重要的 千千万万要记得 一定要断电线才可以开始 做一些插头 我们需要什么道具 这个电线 有黑色 红色跟青色 OK 这三种颜色 OK 你们要记住 比如说你们 那些这个插座呢是给那些 电器 尤其是 厨房的那些 电器 会 发热的东西 比如说 电炉啊 烧水壶啊 那个 总之 那个电器呢是会发热的东西 尽量 要用一些 好的电线 大条的电线 不只要用大条的电线 插座呢 你也是要买好的 要耐热的 然后 插头也是 一定要会 耐热的 好的 不可以买一些便宜的 因为呢如果你买一些便宜的 过热的时候 它会浓掉 会引起火灾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就一定要用 用一些 你跟老板说 不要耐热的插座跟插头 OK 老板会给你 然后你会 要跟老板讲 你要大条的电线 像我这样子 是卧室在用 卧室在用 所以就 没有这么大的要求 你可以用一些 普通的那些 插头跟插座 都OK 因为 我只是给风扇用 或者是 充充电话 其实是OK的 OK 所以你们现在有看到 有黄色 黑色 跟青色 OK 所以青色呢 就是地线 黑色就地线 然后 这个黄色呢 就是live 电了 这个是有电的 如果你没有关电的话 你开 你按着这个是有灯的 它是没有 现在我就把 断电了 我已经断电了 所以就没有灯了 OK 这个是 火线 然后这个就是零线 N N 所以我们先把它打开先 然后呢 就把这个电线 OK 新色的先剪一下 接下来 接像这样啊 接好了 青色的你就接青色哈 把它接在一起 就一串 OK 这样一串 接在一起 然后 这个是火线 所以我就用红了 我没有黄的 所以就用红了 这个青色那里就 把青色的绑在一起 反正的火线呢 就绑在一起 然后 黑色的就把它黑色绑在一起 OK 绑在一起 然后呢 就把它锁回去 锁回去刚才那里插住 OK 插住 然后检查一下哈 看一下会不会露出来 不会露出来就OK 接回去 OK 锁近一点 OK 然后这三条呢 这是刚才我借的 借的这三条 所以你就大概量一下尺寸 够吗 然后差不多在这里 就预留一点点吧 然后你就把它剪掉OK 嗯剪掉 OK 就短一点吧 不用那么长 OK 然后把这三条呢 剥皮一下哈 把它皮剥掉先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三条串去这个洞 串过去 传过来 OK传过来这个洞 然后就拿新的那个 插出来新的 OK新的 OK一样哈 一样这个N呢 是黑色的 零线哈 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L呢 是Live L呢是Live 红色的 红色的 然后青色的这个这个WiFi的logo就是 地线哈 接去地线 是一样的 所以 N N就接黑色 就接进去 然后 红的就接去L L Live 然后 清色的就接去那个 E E E 稍微检查一下 OK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电开掉了哈 那个 现在是有电了 所以我要测试一下 有没有电 你就把这个测试笔哈 放在那个红线 红的 Live Live 还是环线的地方 这个 螺丝的地方 放下去 然后按着手指 有看到有灯 有灯就是代表说有电 所以要测试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刚刚装的那个新的 也是一样 放在红色的那个螺丝这里 看到螺丝就好了哈 按着这边 手按 有灯 OK 有灯就代表说有电 OK 安装没有问题 OK OK 所以现在呢我就把它 把螺丝锁上去就好了哈 OK 我就锁上去 记住哈 请问你们要记住了这个螺丝呢不要锁太紧哈 锁太紧的话它这个 它这个里面的那个 那个塑料 它会 裂掉哈 所以 就是把它锁 固定住就好了不要把它锁太紧 OK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锁上 这样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就已经做好了 插座就可以用了 再加多一粒新的插座 OK 非常的简单 OK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extension哈 OK extension 油里也是一样哈 一模一样 它也是如果要加多一粒再加多一粒的话油里也是一模一样 OK 我是非常建议你们自己做这个extension哈 毕竟啊会比较 耐用 然后也比较安全 而且呢它坏掉一粒呢你至少还可以换一粒哈 不如说如果平常普通巴刹买的话 街上买的话那种 坏掉就整个坏掉了 这个呢如果你坏掉一粒的话你可以换 这里坏掉你就换这一粒就可以了哈 所以 非常的实用 然后而且 电线也是用好的 插座也是用好的所以 用起来会比较方便的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知道这个教程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 可能下次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做这个教程给大家 参考吧 OK so 呃 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OK 拜拜